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Python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小马的Disco的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OpenCV模板匹配 在图片中搜索图片 我记得前两天给您分享过一个视频 干什么 有一张模特 对吧 咱们在这个模特里面 要找到这个模特 或者找这个老师的脸部在什么位置 一个找脸视频 对吧 结果那个找脸的视频 咱们好像有好多时候都找错了 对吧 找到脖子上去了 对吧 找到了这个墙面插座 完全不对 对吧 那么今天呢 我再给您介绍一种相对比上次稍微准确一点的模板匹配在图片中找图片的技术 好不好 今天呢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OK 开始啊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使用OpenCV的模板匹配技术 咱们在图片中继续搜索图片 好 那么咱们先看看啊 上一期我曾经给您准备的这个这个老师的图片 今天这个我就给您准备了 对吧 老师 咱们打开 这是一张老师的图片 对吧 咱们上一期找老师的脸的时候 居然找到了裙子上去 这是很失礼的 对吧 那是这样 今天咱们为了精确能够找到老师的图片该怎么做 我呢 其实把老师的图片呢 把老师的脸部给截取下来 咱们看一下 好 大家请看 既然我有了这张老师脸部的图片 那么咱们再找就好找了 怎么找 就利用OpenCV的模板匹配技术 咱们来找到老师的脸呢 在什么地方 好不好 试一试啊 OK 那么咱们如果想用OpenCV的话 两个语言版本 C语言C++和Python 咱们今天演示试是Python的版本 OK 那咱们先安装 Go OK 没有问题 现在我试的版本是412 没有问题 这应该是当前的最新 然后咱们看一下 通过这个语句 咱们看一下 现在咱们使用OpenCV 412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今天咱们主要采用的 就是这个模板匹配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一般咱们都要传三个参数 这个地方呢 我把这个参数大家都该怎么用 给您呢 详细的描述出来 您用这个方法就能够使用 这个函数 咱们简单的看一下 第一个是原图 老师那张大图片 对吧 第二个是 咱们要搜索什么图像 正好是老师那张脸部截图 对吧 那张小脸 对吧 OK 然后咱们去找 但是找的时候 OpenCV给咱们提供了几种算法 咱们今天就罗列这几种算法 看看能不能找到老师脸 如果找完之后呢 用下面这个函数取得咱们找到了老师脸的坐标 好不好 这是大概今天要给您分享的代码的两个主函数 主要是第一个模板匹配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干什么 那么咱们先通过这些个代码把老师的图片读进来 是这样 咱们找脸啊 咱们怎么说呢 咱们不管是找脸还是找别的 对吧 一般来说 咱们用OpenCV分析图片的话 都要把这个彩色图片变成灰度图 降低分析的难度 然后咱们再去分析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这两个代码 就是读取老师的图片 然后呢 把它变成了灰度图 同时呢 把老师的脸部图片也读进来 也变成灰度图 然后呢 我把读进来的这两张图片 在咱们Google collab里面做一个显示 好不好 就是这个代码 咱们先试试 把图片的信息读取到咱们那村当中 Go 读进来了 大家请看 老师都在这了 对吧 卡拉伊type啊 OK 老师的图片已经进来之后 把老师的图片关掉 然后干什么 然后大家请看 OpenCV给咱们提供了 默认的六种图片匹配的方法 哪种好 哪种不好 没有定论 对吧 您是爱吃咸的 爱吃辣的 爱吃酸的 没有定论 那么咱们如何使用呢 就是这样 咱们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如果您的图片是有规律的 比如说 就这第一种方法 您经常能找到 那您就用这第一种 如果您的图片是没规律的 我给您的建议是 这六种方法 您都试试 找到一种 最适合您的 就可以 今天为了我给您做代码演示的话 这六种方法呢 我都把它罗列出来 每个方法 咱们都执行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 好不好 OK 然后下面呢 是循环这个方法 然后呢 拷贝老师的图片 然后这地方 去匹配模板 找到老师脸部的坐标 这两行 是今天咱们讲的所有代码的精髓 这两行一定要记住 然后找到之后呢 取到老师脸部的坐标 然后呢 把它再画到咱们这个图片上 然后在这地方呢 我还给您匹配了一个什么 就说 咱们计划出找到老师脸部的位置 同时咱们当前采用的哪个算法 我也给您标注出来 这地方还调整一下图像的大小 为了让您看的比较的舒服 好不好 这个就是今天 我要给您分享的代码的主内容 您可以把它下载到本地的话 您可以做您自己实际项目的使用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那咱们先手续 马上照脸啊 Go 看这另一种方法 哪种方法能找到老师的脸呢 Go 正在招脸 运行完毕 咱们看看 结果在下面 大家请看 这六种方法 从上面看 第一种 老师的脸部成功找到 对吧 这个方法明明我也打出来了 您看就非常理解 非常明白吗 对吧 OK 第二个方法也都找到老师的脸了 大家请看 这第三个 CCOR就没有找到 所以说呢 这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不是说不好用 是说我今天准备的这张图片 您没有找到 但是您用其他的图片 也许别的方法找不到 他这算法就能找到 这就是罗白产各有所爱 对吧 咸的辣的呢 只要能好用就行 对吧 黑猫包猫 只要咱们能找到老师的脸 就是好猫 对不对 OK 其他算法看起来 还都成功找到了老师的脸部 对吧 然后这画框的逻辑的 有朋友不要太奇怪 是在这儿 我就在这画出来的框 对吧 就这一行代码画出来框 然后呢 画框的这个坐标 您就看我这个 上左下右 然后在这地方做过计算 您就明白了 对吧 到时候我把代码分享给您 您下载本地一运行 就知道它里面的逻辑 OK 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咱们演示这个算法 有六个算法中 有五个算法 能够找到老师的脸 对吧 而且呢 大家请看 找的还非常漂亮 对吧 OK 然后是这样啊 然后就说啊 咱们呢 一般像我最近正在做这个游戏的AI 对吧 我在做的时候 就说这个 咱们找的图片中啊 未必老师只有一张脸 对吧 可能刚才老师 他有好几张脸在上面 换句话说 我在做游戏的时候 对吧 这个游戏的一张图片中 我要找到元素 有多个的时候 该怎么办 这是不是一个课题 对 今天我就给您演示一下 这个课题啊 为什么 我拿最著名的超级玛利奥 给您演示 怎么演示 大家请看 我这给您准备一张图片 大家请看 这是超级玛利奥 一张最经典的 八位机的玛利奥 对吧 它上面呢 有四个硬币 对吧 这四个硬币 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咱们如果用 刚才的找脸逻辑 只能找出 其中一个硬币 对吧 那么咱们如何 找出多个硬币呢 这段代码 我已经给您准备好 咱们看一下 不过在此之前 咱们先看看 我给您准备的两张图片 一张超级玛利奥 另外一张 是这个硬币的图片 对吧 那么既然 咱们有了硬币了 那么咱们就可以 在这图片里面 找到这四个硬币的位置 同时把它标注出来 咱们就试一试 怎么试 很简单 这代码 我就给您写好了 就是这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 打开这两个图片 然后去标注硬币的位置 然后给它画出框来 这个地方 因为是多个 所以说在这地方 我画出了框 然后显示出来 您看看效果就明白 这个代码也非常的实用 推荐给您 试一试 够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成功的找到了 四枚硬币的位置 完全的没有问题 这个我就没有给您 循环六个算法 我只拿其中一个 比较长的算法 你看它就能够找到 如果您在您 这个本地 用您自己的图片的话 这个方法 这个算法 如果没找到的话 没关系 您再测试 其他的五个方法 几乎是可以找到 同样的位置 好不好 这是我呢 用这个OpenCV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这种代码 非常的实用 所以说呢 今天做视频呢 分享给大家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 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然后呢 我今天的客家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 Disco的会员区 我会员的朋友呢 您可以去下载 好不好 今后呢 咱们一起呢 来学习技术 一起来讨论技术吧 OK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